泛泛泛为奇历经失言风波后 日前开心宣布9月8日 要在北流复出开演唱会 但谁也没料到 最近她却因为老公黑人 卷入性骚扰事件 又发生力挺 引起大家反感 网友们扬言要抵制演唱会 结果也出现退票潮 两夫妻形象可以说是跌到谷底 7日泛泛在自己的IG 公开演唱会决定停办的讯息 一购票的歌迷可以申请退票 而黑天使制作 其实就是黑人所开的公司 依照北流官网公告 厂租价目标来算 泛泛无欲仅取消演唱会 恐赔上百万厂租费 而这个消息曝光后 PTT版上也马上开始讨论 网友也狂酸 我的装熟应援版本都准备好了 范健夫妻还不快出来道歉 还有人说黄牛解套了 等等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